今天的論壇呢 從最早的 最開始的縣長 然後到我們的商業總會的趙先生長 張理事長 尤其趙理事長不是這麼多年才在台灣 舞蹈的台灣 看著台灣如何轉變 剛才我進來很感動 一個比我流淨太大 他所想的都是比我們都還年輕的事情 他所認知的就是如何把年輕的東西變成台灣的未來 這一點其實真的值得我所感佩 那麼台灣精神論壇要談說新主 我說實在是新主 了解也不夠多 所以也尤其新主是以科技為主 那麼來談到就是他的競爭力 那也還好 昨天早上我剛剛聽一個2014年的 2014的全世界未來的就是IoT 就是整個網路的未來 跟未來的所謂網路絕和屍體 未來的實踐的方向 聽到那個以後 就跟我們今天的鄉村的城市化 那麼這個我也去談 我想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學習考不上變化 我們剛剛學習到整個環境 或者各個全世界的人都變化了 那麼也就是說 在這個變動的時代 學習變化很快的時代 我們怎麼樣掌握現在的東西 讓它變成在未來的30年歲 或者是50年不會被淘汰 那這就是土地開發非常重要 就是你怎麼把一個一塊土地像是一塊布洋 你怎麼做成一個以後不會退流行的衣服 那麼也就是說 現在的人來看 我們未來如何生活裡面呢 也就是說 我們的工作的時間 可能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辦公 或者一起來工作的時間可能少了 可是分開自己想 自己扶創 自己享受的時代的時間要多了 那麼也就是說 未來的居住裡面呢 我們常常說 我們在鄉下 到鄉下去 主人通常都會很客氣說 感謝我們這座家 我們有什麼地方 有好的風景 還有我們這裡的特產 都好像講得好像是 有點不好意思 而事實上未來不是這樣的 未來可以說 歡迎你來這裡 來享受我們這裡 是你城市所沒有的 所以所有的價值觀是跟城市的要求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說 我們如何去打造一個 城市打造不到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 原來有這樣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覺得 怎麼樣去 從這塊土地的原來的東西去 去找到它的價值在哪裡 那麼 我們會 我們會從這塊沉添下來的地方去找到 就是因為 我們的團隊 也是英國的這個 所謂做圍氣候 跟做結構的 我們的部門公司 他們的建議就是 從Google Earth的氣善裡面來看 我們怎麼樣來去做一個 先了解這個地方 我們發現說 它是一個新竹 有這條大的這個河 這個愛寮溪 這個跟洛山溪的交口出海 因為這個出海口 所以整個中間是一個東北氣風 它變成新竹的特色 它有 這個風變成新竹的米粉 有這個風 有一個洛山風 從我們這個新谷這裡 它產生了柿子 這個有柿乾 因為它曬得很容易 曬乾 這就是從這個圍氣候裡面 看到新竹這個地方最重要的 然後看到我們這個地方 東山溪的前面這個 我們叫做新谷這個地方 發現它是 在這個地區一個小墾地 一個最好的 它是中北的 也就是說 它在新竹裡面就是 大概在東北進攻的時候 正好是旁邊有一個洛山峰 那麼在旁邊它就是一個 很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把中國人怎麼樣去利用這山 也就是要景色 所以我們 最後我們找了幾個建築師 最後一個英國人來找到古代的畫 這就是一個山君 過去的我們怎麼樣做山城 不尤其我們這裡大部分是客家的人 你會發現到在這個 福建的米西 米西的左右 城都是屬於山區 因為有山區 所以做了很多圓樓 那麼 或者是方樓 那麼在這樣的城市 它形成它的一個整個 整個一個 每一個東風 每一個城 分成幾個城 每一個城都 它都會有好的風空 那這就是 怎麼樣享受夏天的風 怎麼樣擋掉冬天的風 這就從這個地方 風如何 讓它變成有路可走 讓風有路可走 讓風 風 各位可能沒有想到就是 在現在的科學裡面 我們可以算到 巷口 多寬 它的風數就會有多大 大家都享受過 巷口 巷子風 你把它做很展的時候 它風就會很大 很強 你把它寬寬一點 風就會比較回風 所以 這裡的風有多大 因此 它如何讓它每一個地方 有風的路來跑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 怎麼樣利用風 第二個就是 從這裡去找到什麼樣的元素 就是 是讓過去成天 未來還可以永續的 就是客家的文化 所以我們從新埔這裡 一帶去了解了新埔的建築 一直聊到北埔 去看到北埔的東西 我們找到 不見或者是廣東 北埔的 客家人到這裡帶來了什麼 那麼成天的閩南的什麼 後來發展出新竹 新埔這一帶獨有的建築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不再是元許的獨龍 那麼也就是說它有成天 大概是非派建築 就是以我們的中原的 在宋朝時代 這也是中國建築的很重要的一個派系 就是穿到這個白的跟黑色的 這兩個顏色 也就是清明善惡度的主要的建築的結構 那麼我們從這個裡面去怎麼樣去找到這個 那麼找到一專一瓦來把這個時代的文化 放一點下來 留一點下來做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就創造了把三合院 跟我們這個變成主要的結構 它就不會是像山坡地是一排一排的 火柴盒的方式 然後有了這個方式以後我們在找什麼 就找到這裡有茶花 這裡有茶 所以我們在試圖這麼開發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們發現說一個房子應該讓它有呼吸 它應該有足夠的空間 這空間必須要能夠掌握它不會改變的空間 也不是說心剛開始蓋的時候旁邊都是有呼吸 隔幾年 通通大樓都蓋起來就變得不好了 這就是常常建築會沒落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所以我們如何讓它有呼吸 所以就會讓後面的山跟兩岸的 變成很自然的山溝來隔離 然後有一個山最後它會變成這個社區的另外一個夥伴 那麼這也就是說在這裡只如何創造一個能呼吸的 這就讓我們都市裡面要買在公園旁邊 也就是希望這個社區是有呼吸 再小的社區也要有一個公園 那除了這樣以外我們找到茶花是新竹的獻花 所以我們也看到茶花就是在農曆年這一代 一個最長期的大概也是我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品種 我們的瞭解就是可以到五個月左右的連續的開花期 那麼從這樣一點一把如何把這個一個好的地方 那這是一個鄉村如何我們有一個現代化的電阻 現代化的考慮到風的流向 讓祂的視野跟祂的風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所以我們為什麼有些祂的寬度 就是祂會算到在風度最強的時候超過四級風 不會有超過三級風格而是最適合的地區的 那有了茶花有這個我們在怎麼樣來做 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做一個未來在這裡用所謂的科技 因為新竹的整個產業整個實力就是在科技 那我們這裡怎麼樣用感知網路 也就是說你進來未來的世界裡 你的家庭也好 你的什麼 可能你進去你的房間是沒有開關的 我們說我們要有新的能源不如從節能開始 所以我們常常會忘了關開關 可是假如這房子沒有開關的時候 你就有人說他會開門出去的時候他會關燈 那這就是感知網路 那也就是未來的所謂的一個智慧型的社區 智慧型的這個 如何能夠把這樣的科技放在裡面 那麼第二個也就是說會從 會從這個整個社區裡面的狀態 如何把原來這附近的文化留下來 變成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已經連續在這裡三年 就是一直在挖掘客家的文化 真實的文化 所以我們做過客家大戲 從這裡來 這次還很感謝新竹的文化局 會在這一次把他們壓箱好 通通找到這裡來 那麼也就是說這一次的過年 會讓不只是有茶話 我們不斷地宣傳這個茶話 也希望這裡的文化可以留在這裡 那麼這裡整個新竹這個地區來講 它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 它就是一個長壽村 那麼我們發現說這個長壽村就是一個從這個鳳山溪 一直帶著這個關 這個關… 這個關… 關… 我們… 我們… 關西的這個… 這個鳳山溪一直流出來 到這個整個西… 都帶來這裡 所以我們從未來 我們要做的是不是只有觀光 過去新竹發展的很好就是觀光 我們在這一代有… 我們就有湖村 我們在這一代我們有… 有小人火 有各種東西 可是在未來呢 我們在這裡怎麼生活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事情我們怎麼樣來利用 就是這裡本來為什麼會有最長壽的鄉 就是在關西跟坚土 那麼也就是說這裡 這個很疑人的地方 怎麼樣保留這個 怎麼樣用比較少的建築來保留 讓它的風依然能夠走 它的環境依然能夠做 然後我們運用了科技 讓你的感知 你的所有的資訊 你的所有的東西 是越來越智慧化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想說在這裡能夠做到什麼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一點滴滴的把新竹這個地區變成這裡可以擴散 從這裡可以往每一個地方去可以留下來之後 我們都知道交通的改變 包括電信科技的改變 讓人的距離短了 所以在美學經濟裡面也好 或者慢慢就是從快活 我們以前都要求速度快的觀光 到慢慢我們看到現在很多人的慢活 然後我們怎樣去做一個健康的生活形態 也就是在這個形態裡面 出在市回到家裡就是看電視 也是可能是可以閱讀的可以走路的 那麼這樣的環境可以做到中心是什麼 也就是新竹未來最需要的 就是我們的科技 在這個時候下一代的科技要做什麼 就是創新 一定要有創新 那創新從哪裡來 創新就是要很好的環境之下 讓你很沉澱之下 讓你在體驗不同的生活的感受的時候 你去想到你需要什麼 那麼你要競爭的是什麼 所以也為什麼在學新創新的很多是說 我要怎麼樣你有創意 我說你想做吧 今天兩天我碰到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高復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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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養女 她遇到了 我一個朋友在家裡 碰到她 她在尋求 我說你就是她做 就是靜向 那麼也就是說 寧靜可以讓你產生新的動力 環境可以改變你的思路 那麼也可以讓你健康 這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做到這樣 第二個 我們怎樣能夠城鄉沒有差距 也就是說 未來的科技裡面 也就是說你在你的家裡 現在過去因為有電視了 改變城鄉的差距 因為網路跟全世界的差距更少了 可是在網路文字裡面的影像的部分 也因為未來的電訊的事蹟 更多的影像的傳輸是更可能的 所以我們從這兩年裡面 我們把柏林以前總是說好的藝術 好像都要在台北才看得到 那我們這過去的兩年做了兩次 柏林IA同時在跟台北跟西竹同時的觀眾 能夠享受到相同的 那未來在我們的社區 在你的家裡 這個社區的共同的地方 就可以跟世界連線 那麼也就是說 知識跟娛樂是可以同時連線的 那麼這裡還有都市人所沒有的寧靜 所沒有的涵氧量很高的空氣 這裡是都市人享受不到的 那麼在這種環境之下 我想這是我們公司對新竹這個下一階段的競爭 提供一個能有創意的環境 能夠產生創意的 我們看到很多作曲家也好 大文豪也好 他們都是在一個好的環境的大海邊 或者是在森林裡 那麼或者是一個雄壯的大地 這些都會促成它的新的動力 新的創意 那麼我們也希望我們這裡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 能夠在這裡有溫泉 可以有好的空氣 好的環境 那麼有自當的活動的空間 有各種可以做各種不同 你擔作的社會體態 那麼跟城市沒有差距 那麼文化的展覽 文化的實踐也是沒有差別 可是多了一個我們在地的文化 這就是把城市的技術科技的東西 結合當地的特色變成獨一無二的 這樣的東西你不能搬到 不能搬到高雄去 因為高雄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麼你不能搬到別的地方去 而只有來這裡是獨一的 那我們全世界大家在研究什麼 都要做獨一的 唯一 或者少有的 獨佔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這樣的東西 那怎麼樣去做 把這裡同好能夠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想 我們是不是浪費了在未來的人 我們是不是在比較少的空間 我們拿出一點空間 跟大家共同創造一個分享的設施 所以你雖然私有的部分是不多 可是你可以過的日子是比較大的 這也是我從我個人看到說 現在在 我們的生活空間到底多少 我們生活空間需要的是共同的空間 而不是需要私人的空間 所以我們常常發現一個人很大廚房 一年只用一次 我們常常發現我們留下的房間在做廚藏室 那麼把這些都變成可以是共用的代替來講 你就不需要持有太多的房子 可是你可以享受的是更多的活動 我們要的是生活 我們要的是財產 是一個地產 所以這也是說 我們如何讓這裡的活動能夠更多 那麼這也是在未來的同向 在台灣做一個不同的公共設施 不同的 不只是在做賣地產 而是在賣一個生活形態 提供一個生活形態的選擇 這也就是我們希望台灣國際開發公司在過去 我們如何去改變山林不是破壞 而是重新做一個更新的建設 那也以這個來做為我們對這個地方提出的一個概念 也是我們對台灣的一個概念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